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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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甚麼? 我是新學院 我是這裏的教練 跟下吧 這隻叫東方快車 牠耳朵大大 你摸牠會伸進你的 是呀 這裏的學員常常來這裏玩嗎? 也不是的 學完他們 早上三點多 就要準備起床 晨操 下午時間會比較鬆動 可以多點時間和馬匹相處 小心 非常錯誤 我真的問了一句 三點鐘早上 為甚麼要這麼早 他們就說 全世界的馬場 都會有這個慣性 馬亦都有這個慣性 我都覺得 晨操好像很明白 因為我自己游泳 亦都是 大家都一起 下午四點鐘都會一起下水 我平時跟牠們相處的時間都多 最主要都是馬房工作 不過我照顧牠們的喜好飲食 都很忙 不過可以透過照顧牠們的時間 跟牠們建立好的關係 我們跟牠們洗澡和拆碼 好呀 我們現在就拆碼了 首先第一件事用 就是黑色膠拆 黑色膠拆 現在我們就把牠們放在牠們 用牠們按摩 死皮可以 死毛 可以拆出來 我們用的時候 就打圈來用 你可以試試拆一下前面 好 力度呢 力度適中 OK 但如果你感覺到牠們動身動小 可能要輕力一點 嗯 好 我們拿多了一個拆 這個就叫軟毛拆 我們現在就把那些多餘髒的東西 就拆掉 拆掉之後 那些毛和皮 就會在拆裡面 我們為了弄乾淨 就會這樣 拆到黑色膠拆 明白 那你不如試試 好 在參加這個課程的途中 都會學習怎樣去 從牠們的身體語言 去判斷 我們做什麼行為是適合 那我們現在就試試洗碗 軟的位置呢 就會是腳先的 要讓牠適應一下水溫 不可以一下子 那麼冷的水 淋到牠的身上 我們洗的位置 全身都要洗的 套底這裡 那大尾 對 對 屁股 尾巴也要洗的 用手呢 要確保牠沒有一粒粒沙泥了 這樣才可以的 如果不是呢 植脈也會有皮膚病的 所以呢 你可以試試 我們用水沖 就不夠乾淨的 那我們會加鹼液 那我們可以用海綿這樣 跟牠按摩一下 就像我們平常的洗澡一樣 所以其實牠原本洗澡已經很舒服了 是啊 吹完身汗 洗完油 抹身就不需要特別理 都沒有 如果牠動來動就不要太大力 所以牠們洗完澡之後 這樣就準備可以開餐 是啊 那我們餵料 我們會跟回號碼 這樣餵不同馬吃不同料 馬匹的食物 就是以草和飼料為主 一天會吃兩餐 而牠們的份量 就會按工作量而定 現在就不會伸出頭 現在就不會伸出頭 趕著吃東西 如果你想獎勵 牠們也可以去吃蜂蜜 我會想吃這部份 我都算做得最好 馬就吃這些 那學員吃什麼呢 學員的餐飾就是由學校負責 因為有體重和健康要求 他們都是主張小鹽小油小糖 和我玩了這麼久 其實都有點累了 我都是飯房休息的時候 你不是很想學騎馬匹 想不學的 想 想學 想就跟我來 OK 最大得著 就是法國人會自律 因為個人會有多了責任感 一匹馬給你照顧 那如果你照顧得不好 那牠們都會弄傷受傷 那些 要首先不怕辛苦 因為早上早起床 都要喜歡和動物相處 有愛心 如果勇於挑戰的人 我覺得都挺適合這個課程 是不是對於牠們的生活 很有興趣呢 想開到和馬一起的夢想之路 快點踏出第一步 參加我們的賽事見習學員計劃 詳情可以到馬匯的網上看看 快點報名吧